大家好,按照10年前的数据 夏威夷州一个家庭一年可以领取将近5万美元的政府福利 华府是43,000 麻州是42,000 康州是38,000 也就是说你光拿福利一年在康州就能拿38,000 新泽西州也是38,000 在全美国一共有126个对抗贫穷的福利计划 这真的让美国人拿福利拿到手软 每天所思考的就是还可以拿什么福利 又有什么新的福利 美国的福利制度种类非常多 社会安全法案包括有为就职者和曾经的就职者的联邦社会保险 有失业补助金 有专门为低收入或者无收入的人 老人、残障人及无收入的家庭而受的公共援助金 还有专门为孕妇和儿童设立的健康服务福利 这些基本上都是面向全社会的 任何人都有机会 还有其他一些专门向失业人群和低收入群体设计的福利 比如说工作保险、生活补助、医疗补助等等 这些是专门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制度 因为这些福利它都有漏洞 所以很多不自觉的人想方设法的钻空子 结果造成了福利被烂领 在华人移民中存在各种烂领福利的现象 比如说领失业金再加上联邦救济金 有些地方你最多可以领一年 因此有些人不愿意做劳累的底层工作 靠着领失业金和低收入福利过日子 有的老人故意把自己名下的房产现金 都转到子女的名下 然后申请政府福利 每个月领几百 然后再申请老人公寓 还有的人在台湾或者在大陆 村有大量的钱财 然后却没有申报 在美国领取低收入者或者老年人的福利 开着名车 背着名包去领福利的现象 时有见到 有的人明明不穷 但是想方设法的去领粮食券 之后再去送人 甚至有的人把领到的福利现金用于赌博 这些人虽然是少数 但是被认为严重的影响了华人的形象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 这种现象并不是华人特有 但是在华人移民中也不少见 有人认为这和部分华人缺少诚信 喜欢占便宜有关 美国政府机构发放福利 基本上是相信申请人 申请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也由于政府机构分工的比较细致 不容易调查 这就给了这些人占便宜的机会 甚至还有一些烂领福利的人 认为自己很聪明 沾沾自喜 认为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美国在这些人的眼里就是人傻钱多的地方 有大把的福利可以占 但是首先天上不会掉钱 烂领的福利都是纳税人的辛苦钱 尤其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对这种有工作还不如不工作的烂发福利现象 意见最大 认为美国福利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养懒人的福利 其次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烂领福利一旦被发现 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比如之前有报道过说 老人把钱财转到儿女名下 自己去领福利 结果子女不孝顺 吸毒赌博侵吞了老人的财产 甚至将老人赶出家门 还有的被查出在台湾有资产 要求补交巨额的罚款 也有的人认为自己很聪明 做得天衣无缝 实际上你的这种行为 已经在你周围的人当中 非常的让人看不起 美国的福利在国力鼎盛的时候 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 现在美国联邦和各级州政府 财政都非常紧张 有的政客为了拉选票 争取部分选民不断的提高福利 再加上有些不自小的民众 烂领 许多地方财政难以为继 如果不加以改革的话 长此以往 美国政府一定会大规模的裁减福利 到时候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另外我必须要说明 领取福利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纽约市有846万人 领取粮食券的市民 占了将近200万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看到的 感谢大家点赞 拜拜